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鲜的疯狂 借火焰去隐藏 残存的鲜骨忠肠 身影甜蜜而指向 只为周波解圈的阻挡 要看五月的苍茫 只心闻到我彷徨 忘记善了分裂的幻想 你问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我生命燃烧中相见 风天涯无怨 你之心的勇气未曾泯灭 还好有你同我携手向前 胆敢再怀疑我的话 无悔树海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好了好了我知道 你是燕出必行的人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隐恒宫找你呢 要到隐恒宫就要经过一条悔恨之路 只有无悔无恨的人才可以通过 但如何成为无悔无恨的人 你们过去所种下的孽 种下的缘 都将引领你们走上不同的悔恨之路 你们会在路上相遇 你们只要诚实地回答出 六贼天魔的问题 直至心中无悔 那六贼天魔就会带你们继续前行 直到来到永恒宫的路上 那要是我们说谎呢 那当然要受到惩罚 六贼天魔会让说谎者 以偿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算你们能够摆脱恐惧 也只能返回原地 重新起步 直至回答出六贼天魔的问题为止 就这么简单 不用打吗 简单 我活在这悠长不见终结的岁月之中 几乎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 能对自己 对别人 从不说谎的人 你们的敌人 不是六贼天魔 而是你们自己 好啊好啊 这个游戏好玩 我们快开始吧 六贼天魔 女王 去吧 让他们踏上悔恨之路 遵命 是 是 无悔之路 没什么可怕吗 无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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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悔恨小屋 你就是六贼天魔 对 想去永恒宫吗 那就近来 你的朋友已经在里边等着你的 请吧 小玉 芸琪师兄 真好 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你 有遇上其他什么人吗 没有 走吧 问题现在开始 有趣 很有趣啊 你等我们做了什么 窥探你们的内心 与记忆啊 是吗 那就算是我们说谎 也骗不过你了 快问问题吧 那好 那就先问你吧 你现在 是谁呀 这个问题问的 真是郑仲要害了 但我怕如果不说谎的话 芸琪师兄 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小玉吗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小玉了 我已经把心 交给九尾狐 什么 就是在苍茫古城的时候 我已经厌倦了那个胆小懦弱的自己 所以 我就接受了九尾狐的力量 过去的小玉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是比你还要强的 封小玉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小玉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不可以 现在的我不是挺好的吗 难道说 过去的那个小玉 能和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只要我听命于九尾狐 我就可以得到一切 包括昆仑师兄 难道你没有发现 现在的昆仑师兄 已经离不开我了吗 我不准你再接近昆仑 太迟了 昆仑师兄和我一样 也已经沉浮于九尾狐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六贼天魔 我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 我可以到下一步了吗 嗯 她去哪儿了 快带我去找她 你们的相遇 是元与孽的牵引 我无能为力 继续你的路吧 冯小玉 冯小玉 你出来 冯小玉 昆仑 昆仑师兄 昆仑 昆仑 团莹再次来到悔恨小屋 想去永恒宫吗 那便进来吧 你的朋友已经在屋里等你呢 请吧 师兄 你没事吧 刚才小玉说 她已经把心脉给九尾狐了 怎么可能 是真的 小玉她亲口常认的 那便请坐吧 把手给我吧 放开 有趣 你的内心非常地有趣 这个问题 答案也是你想知道的 这个问题是问你的 你向九尾狐臣服了吗 废话 师兄怎么可能向九尾狐臣服 不可能的 给我答案 最真实的答案 师兄 回答吧 没有 杂谎 不害他 不害他 师兄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撒谎者是要接受惩罚的 你们过不了这一关了 返回原地 再结束 放开 盈妻 我不想他 我实在是乌鲁可走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欢迎来到悔恨小屋 请进吧 飞飞 铁郎 等我吧 你对我们两个做了什么 现在开始吧 这个问题是问你的 你爱铁郎吗 这是什么问题 怪难闻情的 飞飞 你要是不想回答的话 可以不答 你可以不答 但你会永远被困在悔恨小屋里 你来选择吧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过去 我把你当成我最好最信任的朋友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爱上你 这我知道 否则 你也不会拒绝我的第一次表白 但自从中秋节那一晚 你第二次向我表白 我才知道 你是多么了解我 多么爱我 本来以为 我已经被全世界都抛弃了 但自从那一晚 你让我知道我还有你 就是那一晚你让我爱上了你 所以我的答案是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就是因为中秋节那个晚上 才爱上我的吗 对 就是因为那一晚 答案正确 你们可以继续上路了 对 原来是因为中秋节那个晚上 菲菲才爱上我的 又来了 下一个会遇到谁 会不会是昆仑师兄 欢迎再一次来到悔恨小吴 又是悔恨小吴 对 只要你们答对三个问题 就可以离开悔恨小吴 去到永恒宫了 你的同伴已经在屋里等着你了 请吧 菲菲 张灵 这个问题是问你的 你爱东皇菲菲吗 不爱 撒谎 张灵 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为什么 撒谎的人是要接受惩罚的 你们退回原地吧 张灵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和我说 为什么 谁 谁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了 不要过来了 不要追我 琉璃 子琉璃 琉璃 琉璃 我等你很久了 快来呀 琉璃 张灵 我在这儿呢 过来呀 琉璃 琉璃 我恍怕 六贼天魔在追杀我 我好怕 不要怕 我在这儿呢 琉璃 别怕 我说过 这里是我们的家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对啊 就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这儿 没有人打扰 也没有妖地追杀 安安静静的 好吗 那六贼天魔呢 他不会来的 他不想让我成为问道者 你想成为问道者吗 不是你让我成为问道者的吗 我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 那我成为不了问道者 也没有关系吗 没关系 我只想跟你一直待在这儿 你想吗 我想 我想 睡吧 睡吧 睡着了 一切都没事了 张灵 张灵 快醒醒 菲菲 张灵 我已经找到夜空淋雨了 他说你就是问道者 我 只要你证明寻道的决心 他就会交出最后的圣甲 我们便可以离开污会树海了 我如何证明啊 杀了他 不行 张灵 他不是真正的琉璃 他是六贼天魔的陷阱 快杀了他 不可以 不可以 张灵 你忘记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只有掌握天道的奥秘 才能去追寻突破自己的天道 这才是真正的逍遥 难道你要放弃吗 难道你要放弃吗 天道难寻 我已经很疲惫了 放弃 也算是一种逍遥 你可以放弃逍遥 放弃天道 那我呢 你也要放弃我吗 天心 张灵 我想和你过平平凡凡的日子 一起去寻天道 去看天地 过着无庸无虑的生活 张灵 我爱你 我爱你 为了我 你要成为问道者 消灭幽灵异一下 让我们一起过着和平的生活 好吗 张灵 留在这儿吧 张灵 快 杀了他 他不是真正的琉璃 张灵你不要走张灵 张灵留下来陪我 张灵跟我走 张灵 张灵不要走 不要走 张灵给我走 张灵给我走 张灵跟我走 张灵给我走 张灵留下来陪我 跟我走 张灵 张灵留下来陪我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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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何来活 我 我不知道 但张灵为何而活 今天我却小动 我 张灵 决定走遍山川大河 追寻我心中的道 我回忆中的菲菲 绝对不会逼我杀药 而回忆中的琉璃 也从来不会将我放弃 成为问道者 六贼天 你不顾 是我一颗的妄念 圣勇 也能灭于我 泡大河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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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定是被六贼天魔 挑起了内心的恐惧 才堕入了如此黑暗的幻觉之中 这六贼天魔虽然没出半招 可是 却比之前遇到的妖物 都要厉害百倍 不过 我就不信 我离不开这无悔树海 欢迎再次来到悔恨小屋 这个无悔树海里 到底有多少悔恨之路要走 无悔之路不在无悔树海 而是在你们每个人的心中 究竟有多少条路 路有多长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你就这说吧 怎么样 才可以走出悔恨之路 去到永恒宫 只有无悔无恨之人 才能打开永恒宫的大门 那又怎么样 才可以做到无悔无恨呢 我会知道 你也会知道 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请进吧 谁在里面 你的朋友啊 怎么 不敢进 张灵 是你真好 就希望见到你 你们俩如何 我刚才跟菲菲姑娘 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没有受到惩罚 你呢 我跟菲菲 刚刚也过了一关 我跟菲菲 刚刚也过了一关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爱菲菲吗 你问的正是我问她的问题 可是她说谎了 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答吧 你不说就等于你已经回答我了 铁狼你别逼我 我们是好朋友好队友 从来都是出生入死 互相关怀的 我怎么会逼你呢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愿意为了菲菲的幸福 而拼命地活下去 也愿意随时为了你而死吗 你张琳可以为了铁狼不顾一切 忍受一切 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这样对你公平吗 对菲菲公平吗 我爱菲菲 我爱菲菲 谢谢你对我的坦诚 张琳 之后 你要是再见到菲菲的话 不要再对她说谎了 就让她再选择一次吧 谢谢你提了 好 你们过关了 可以通往下一条无悔之路了 张琳 铁狼 你们的心 比水更纯洁清澈 果然是三界未来的希望 可惜 铁狼的梦 将要结束了 无论如何 只要菲菲能幸福就可以了 铁狼 难道不是吗 究竟还有多少误会之路要走啊 不 上天能让我跟铁狼成为朋友 我还有什么好悔恨的 不 还有她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 不是回答过了吗 可是你刚刚说了谎 那个问题只有一个是或者不是 我回答了一个她说我说谎 那另一个答案大家肯定就知道了呀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桃之夭夭 琢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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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琢 但美景又要让她堕入万劫不复的噩梦之中 真是糟蹋 你没事吧 要是大师兄要给我 咱们要给你 咱们大师兄 酸不清的爱 争吱沕散 要是大师兄才就好 垂涎伤闷 这儿是吗 要是大师兄 为什么 我只是顺原路过吧 洞黄菲菲是张灵 第一个美好的回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缘分弄人 我也没有办法 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心里只有昆仑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到后来 昆仑渐离开了你的心 可是铁狼又闯了进来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知道 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永远不是最高的那一个 我也永远做不到 最后 我没有办法让风停下 也没有办法让雨不扫 我能做的 只有默默地陪在你身边 默默地支持你 不再让你一个人面对风雨 能够看到你 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就知足了 不断不断的情思里 还乱 终究竟节那天 分飞落尽因缘点 向我表白的人 知你 隔着迷途 还要伴你 张灵 张灵 你怎么那么傻 那么傻呢 你怎么可以贴贴老表白 这样对你毁不公平 你知不知道 我不在乎你心里是不是有我 我在乎的是 你能够开心快乐 傻瓜 傻瓜 我们三个都是傻瓜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对名 改成 非诚傻瓜好了 你这什么名字嘛 对了 这件事情铁狼也知道了 他的意思是 就是 让你再重新做回选择 这样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菲菲 你不要多想啊 你心里也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现在不着急做决定的 等到第二次竞事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命还在 再做决定也不迟吗 开心点儿吗 开心点儿吗 现在三界五行之内 已经没有人可以撼度我们 傻瓜组合的感情了 包括你的决定在内 欢迎再次来到悔恨小屋 我觉得我现在 已经没有进去的必要了 因为我的心里 已经没有悔恨了 我也一样 这悔恨小路也应该走完了吧 只要你们心中再无悔恨 也进不了悔恨小屋 要不要试一试啊 菲菲 你怕吗 不怕 只要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我们终于离开悔恨小屋了 是啊 这也是首次有人 离开悔恨小屋 去吧 只有无悔无恨之人 才能打开永恒宫的大门 来化解夜空女王 施在自己身上的诅咒 你说什么 夜空凌羽 给自己的身上下了诅咒 对 过去 无悔树海 是充满了灵气的先进 但自从十八年前 夜空女王被情所伤 将自己用巫术 困在了永恒宫之内 还设下了悔恨之路的限制 除非人世间还有真情真义 无悔无恨之人的存在 来打开永恒宫的大门 不然 他将在宫中心死 直到天荒 因极爱才有极恨 这夜空凌羽 也算是天上地下 最可怜的人了 那就将夜空女王 托付给二位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你还要向其他人提问问题 对 这是我的职责 三界将乱 有些人也该从梦中惊醒了 有缘再见吧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困了师兄和云琪师兄的情况 那些走不出悔恨小屋的人 除了悔恨 还有什么呢 菲菲 放心吧 我们先去找圣家 再去找他们 走吧 这六贼天魔 虽然外表看起来可恶 但也算是性情中人 他的确是个性情中人 而且 他的内心 要比他的外表更加可恶 所以 我打算 以后不说谎了 等一下 菲菲 你干什么去了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哎呀 走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就要开始问问题了 就我一个人吗 对 这个问题只对你 所以你一个人就足够了 那问吧 你是谁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一个对你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就是大荒山明月洞 正阳正人门下弟子 铁狼啊 到完了 撒谎 等一下 撒谎 难道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这个世界上 最悲哀的就是 说了谎 连自己都不知道 你的梦是时候该醒了 你的惩罚就是 寻回真王 这是谁 这是你 最后的修炼 在狼族凡人的二次大战之前 你必须与这孟幽灵合二为一 到人间以人的身份 经历红尘中的生死爱恨 在当中寻找化解浩劫的启事 那我还会记得自己是谁吗 不会 孟幽灵的脑海当中 藏着虚假的记忆 你将旺旗本来 化身成为人间的修真者 进入一场真实的梦境当中 真实的梦境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纪元到了 梦就会醒来 父王 狼儿 去吧 完成你最后的修炼吧 等梦醒之后 你再决定幽灵异乡的未来吧 我到底是谁 不 这不可能 不是铁狼 不是狼帝 我是铁狼 我是狼帝 是铁狼 你告诉我 我到底是谁 我是铁狼 不是狼帝 不 我是铁狼 这一定都是梦 都是梦 是铁狼 我 是铁狼 我 是铁狼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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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